好把花在正中一起去 親愛大家 我們現在是在墾丁 應該說是屏東的 滿洲小墾丁度假村 這邊喔 來這邊呢 度假輕鬆無壓力 因為大自然中也都不會碰到人 人與人之間呢 絕對有最大的距離 因為就只有我們這一家人 可能朋友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這邊地太大了 小墾丁度假村的地太大了 所以人都散開來了 你看那邊其實很多車子 其實裡面還很多人都是車子在這邊 可是呢一進來度假村裡面 全部都散開來了 那我們今天發現一個樂趣 超有樂趣的東西就是在這個新湖 新湖釣魚超好玩的 剛才跟大家介紹怎麼豬釣具 然後怎麼研究那釣 又中了又中了 馬上又中了 這邊你看小女生喔 這樣也能中了 這邊隨便都可以 這邊魚很好釣 這邊魚很好釣 非常樂趣 小朋友來這邊第一次體驗到釣魚的樂趣 自己釣喔 全部可以自己來 這邊的魚是吃麵粉團的 我們自己揉的麵粉團在這邊 好 第一隻第一隻中了中了 那邊也中了那邊也中了 現在有四個小朋友在釣魚 他們都自己釣 快快快 然後我們自己揉那個麵粉團 好他會提供麵粉 然後小朋友自己揉麵團加工 變成這個麵粉團就可以來釣魚了 就變這個鵝 就把它鵝 來看我們釣了幾隻 我們一下子喔 不用幾分鐘 一直釣一直釣 超有樂趣的 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把魚全部都放回去 只是讓小朋友先看一下自己釣幾隻 然後所有的魚都會放回去喔 來看一下 非常有活動力的魚 超可怕 超有活動力 我們釣很多隻了 都噴出來了 這些全部是四個小朋友釣到的 超厲害的 這麼多隻 我釣了五隻喔 你釣幾隻 五隻 你看吧 一下子就五隻 這裡很好釣 真的沒有難度 來這邊呢 讓小朋友接觸大自然以外呢 可以體驗一下釣魚的樂趣 那釣到的魚呢 我們全部會把它放回去喔 這個是我們剛才釣到的 一直釣到的 哇你這隻是大隻的呢 又釣到又釣到大隻的 我看一下你的大 哇你看 你看 你不出手 一出手就超級大隻的 你的是巨無霸的耶 哇你的好大隻喔 你太厲害了 是不是 你人生當中的第一隻魚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第一隻魚就這麼大隻 你太棒了 因為原本 牠剛剛心情有點不準 因為其他人都釣到 牠都沒有釣到 現在牠竟然釣了一隻大隻的魚 牠人生的第一隻魚喔 本來心情不好的 現在心情好了嗎 有沒有好一點呢 沒有 還沒有好嗎 一隻不夠是不是 不夠 好那你就去釣 沒關係再釣好不好 再釣啊 我們都會陪著你 沒關係啊 哇 你太厲害了 大隻大隻的 觸感 觸感你摸摸看是不是 那你趕快讓牠放進去 因為牠是牠死掉 把它放進去 不要離開水面太久 先放著 把牠放在水面 雖然這邊呢 真的是還蠻有樂趣 蠻好玩的 每個小朋友都有釣到 牠人生的第一隻魚 而且不是第一隻 是第二隻 第三隻 第四隻的釣下去 那等一下釣一釣之後呢 記得 把牠們放回去喔 放回去要小心一點喔 超多隻的 我們現在幾隻啊 有沒有十隻啊 超雞了吧 應該十隻了 差不多有十隻以上了 非常活動力的魚喔 這些全部是小朋友 他們自己釣到的 讓牠們自己體驗 怎麼呢 麵粉團要再 不要太濕 你太濕 它沒有辦法勾下去 你要 你要把握那個 剛好 有一點彈性就好 你太濕 它整個融化了 他們自己揉的那個麵粉團 自己揉這樣子 讓小朋友自己 從麵粉到麵粉團這樣子 加工出來的 對啊 這也是乾的耶 這也是乾的 蛤 因為太陽晒 一下子就乾了啊 對阿 你再加一點點水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不要太濕 你太濕 它那個 我跟妳講 太濕你下去 它全部就融化掉了 知道嗎 OK嗎 好啦 那你們繼續玩吧 好 OK啦 我繼續陪我兒子釣魚啦 歡迎你們來這邊 輕鬆度假 這邊 人與人最大的距離 就在這邊 這邊就可以拉出距離來了 就會比較放鬆一點啦 OK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